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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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yo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呃 这次上次做了一期 Bunder过后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看这个内容 我本身也非常喜欢这个Bunder的文化 一开始我也和大家一样 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去到Bunder买一些二手的衣服 看完我们上一个影片 我发现下面有很多 留言 他们都会在坚持讲一些东西 讲 哦 这东西到底是正版的吗 啥的咩 这边要来这边花500块买一个外套吗 200块买一个Trek suit 还是旧的给人家穿过的 哦 那个Supreme是假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去到Bunder买东西 不是为了买便宜的东西 也不是为了买正版或者是名牌 首先我需要大家搞清楚一个东西 古拙不代表二手货 古拙不代表二手货 二手一盒 就是有一手一盒 完全是有一手一盒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是古拙 古拙不等于二手货 它可以是全新的 又或者是经过了很多手的 在英文里 它就是传统中Vintage Vintage是旧 但是一定会有Value的 要真正了解这个字的含义 你必须要把字体拆开来 没错 那么般若一定懂它是指某个年代的穿着 所以从剪裁材质到设计 都成续了那个年代的精髓 重点是 这些东西一般都不会再被生产了 根据Google的资料显示 Vintage的定义 是从1920年生产 至到距离现在20年前的 都可以属于是Vintage 这也是为什么古拙它不是便宜的衣服 古拙的存在就好像古董 你有看到古董是便宜的吗 没有吗是不是 古拙是一个统称 它不是一个风格 复古风叫Retro 但是Retro依然是一个风格的统称 它的定义就是复制怀旧的风格 它里面存在着hip hop punk skinhead等等 就好比素食 它可以是饭 面 汉堡 烧烤 只要没有肉类 它就叫素食 一般追求Vintage的人 大多数都是因为热爱 有的追求是一份情怀 他们享受的是那种时代感的 有的就尝试在这个社会当中凸显自己 不管哪一种都好 我觉得古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 好的东西就应该被流传下去 在这个任何东西都能逃的年代 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加去研究古拙 买古拙有非常多的好处 我这边就举三个 买古拙最大好处就是不会装衣 从衣服的剪裁到材质 你可以更加了解这种风格的特色 还有它的历史 走在人群当中 知识里面穿的是同一种风格 你的穿搭会更加有味道的 第二 打开天眼 不要被社群媒体上面的po文糊弄了 社群媒体是靠algorithm去计算和操作 其实你所看到的东西 是关于那个风格的冰山一角罢了 当你去到这个古拙的市集或商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哇 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从而当中 你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喜欢的风格 然后加以去发展 第三 真广见闻 了解时尚的进化论还有的运作 当你知道后 你就不会再麻木去跟风 你会更加懂得去用你的钱 去投资在你喜欢的风格上面 其实陈老师陈关希就说过一句很好的话 现在年轻人穿得很潮 却不知道自己在穿什么 也不知道现在在潮的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说他们喜欢streetwear 其实他们真正的享受只是hype 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抓住前卫的尾巴 但是如果你懂得历史的话 你更加有机会走在最前端的 我刚说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认为 古着是被穿过的烂臭二手衣 觉得他就是应该是cheapcheap 没有什么value不应该去买 之所以有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很多无良的商人 黑心的业主的王八蛋 混水魔鱼卖假货 然后把一些海洋的垃圾 来当着古着来卖 这也是造就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质疑他货的来源 靠我上一个去bundle掏货的一个影片 大家都可以看到下面的留言 每个人都在坚持说这个是真 这个是假 真正假假 每个人都抱持不同的看法 很多自认是时尚大神和玩家的人 就跳出来给予专业的意见 最后还出言相骂 那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现象 时尚是一个非常注重美感的文化 其实你穿着多么的美多么的帅 如果你本身没有文化的话 都很丑的 讲真的啦 如果你不是贪小便宜 你肯定就不会期望在这种 不是正规的店买到名牌货 对不对 这是尝试来的嘛 我不是一个时尚的发烧友 也不是大神 也不是收藏家 我在二手四级要寻找的是一些稀奇的东西 偶尔可能会找到一些好东西 我从来没有打算在这边谋取什么福利 我纯粹是抱着寻宝的概念 找到好货 就是捡道宝 也因为这样 我想要让大家可以更加知道古卓的文化 所以我就开一个新节目 叫做 捡道宝 下个礼拜就会出第一集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preview 这个节目的一个终止 其实不只是单单推古卓 我会先从古卓开始 然后慢慢会延伸至一些 更多不同的发展 但是还是会在于 寻找比较特别的东西为主要的目的 它不会只是单单讲Vintage 因为我相信Vintage这个特体 它会有一个限制 Anyway 下一集见啦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大家记得分享一次看个吧 试试看点赞上我们的微博 而且接下来我的page follow in 下咯 然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现在不是流行 Rainbow color吗 还有Holograph 你看 我只是喜欢那个设计 只是 我只是很喜欢红白蓝 我是红白蓝 我只是能看到 我只是在那里 我只能看到 我只是在那里 是一样的 我只能看到 我只能看到 我也是一样的 我只能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